大家好 我是荒野保护协会节能推广讲师小鱼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如何爽爽吹冷气省电又省钱 首先过了多样的节后真的很热 有多热 看我拼命摇扇子就知道真的很热 那么赶快来去找家里的冷气遥控器吧 哇怎么这么多只遥控器 到底是哪一只啊 我找找 有了 这就是冷气遥控器 但是在开冷气前 请大家跟我一起来练习开冷气前的三个步骤 步骤一 冬天过来 我是冬天 我是夏天 他是冬天穿外套盖棉被 我是夏天穿短袖摇扇子 好冬天走 所以第一步骤就是 换穿透气一物增加凉爽感受 好下一步骤 关门放狗 大黑狗来 大黑狗来了 关前门 关后门 关窗户 拉窗帘 好黑狗走 第二步骤就是 关紧门窗防止冷气外泄 好下一步骤 现在流行开箱文 开什么箱呢 开纸箱吗 开水壶吗 难道是开罐头 对了 好重 开电风扇 对了 第三步骤就是 打开风扇 加速冷气循环 太好了 终于可以开冷气了 既然我们已经完成 开机三步骤 也就是 一 换穿透气衣服 二 关紧门窗 三 打开风扇 那我们来看我们可爱的冷气 请记得 冷气机设定26到28度 也会非常凉爽哦 也别忘了 最少三周清洗自律网 一年还可以省下200元 接下来要跟大家介绍的是 我们跟工研院合作推出 节能行动家基点平台 登陆电费单 就会有非常多的好康 一起来去看看吧 节能行动家基点平台 记录你的用电状况 只要进入越多电费单 用电比去年同期少 再邀请朋友来参加 想听机会更丰富哦 邀请你扫描QR Code 一起加入节能行动家的行列 耶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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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